因为我是把盖子打开 放在那里用来接那个骨头嘛 然后我就第一头看到 那个袋子里面 就有一只虫子在那里蠕动 我当时我现在就是 赶紧拍照 那些事情带给商家去协商 因为那个袋子里 是丫头的骨头 这就是说那是丫头的事情 实际上也跟我们平常 他只说配丫头钱 商家也承认了说是 可能是因为他们装盖子的时候 不想你把虫子都立去了 说是菜头 然后不是屈非只陪我丫头钱 那菜头不是虫吗 可是你们丫头已经吃完了 只剩骨头了 给我拍过来的时间 本来选了顾客之上的原则 我也没说那么多 我说把这个丫头钱赶给她 但是她不同意 她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个卫生问题要十倍平常 我跟她说那个不是 不是那个虫头 我们店里不可能出现这种虫子 而且她的产品已经吃完 可能是盒子放在那里 她家里面有菜样什么 可能排进去了虫子 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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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那个虫子 就是啊 是哪里 权 是哪里